二战德国若高效利用欧洲35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资源 能否单挑击败苏联 欢迎收看前线分析版文版达第12期 老规矩 先肃清评论区 讲战略舰那期 我说鸭华级战略舰最先进 大河粉丝和比斯麦粉丝情绪都很激动 比斯麦粉丝质疑 什么叫射击过度 说的是比斯麦号上的火控雷达射击过度 意思就是很复杂呗 不难理解吧 比斯麦的雷达没有PPI显示 一来三个荣誉的传感器配合定位目标 计算相当繁琐 至于您说的流线型 我对传播设计了解不是很深 这里我是直接引用了学术论文上的内容 如果专业词汇用的不准确 也感谢您的指证 还有两位比斯麦的粉丝质疑比斯麦号不落后 他落不落后不是我独创的看法 网上啊 国内外啊 都有人提到 用着20年前的龙骨设计和动力布局 跟20年后的美国一阿华族比较 我也不知道他先进在哪里了 是装备技术还是军事理念呢 另外这两位观众不要动不动就笑死 大喜大悲 对身体不好 大河的粉丝有话说了 我只能说咱们看他的角度不一样 你们可能是站在游戏的数据角度 我是站在历史的角度 大河级确实落后时代了 美国针对大河号的蒙大拿级为什么取消了 就是因为落后时代了 白白浪费钱 不是你说的大河号沉了美国才取消 大河号是五年沉的 蒙大拿43年就取消了 大河的三号舰 信同号 修建一半就改成航母了 你看日本都觉得这大河战略舰落后时代了 二战后期已经成为航母为核心了 战略舰都不造了 而且照也是造一阿华这种快速战略舰的 像大河号这种重舰巨炮的 那都是一战前的建造思路 严重落伍时代了 你怎么还觉得大河先进呢 是在游戏里面总结的吗 也有观众质疑一阿华不是最强战略舰 沙安霍斯特级才是 我只能说沙安霍斯特级 同时期它这三座三连装2880毫米偏小的主炮 加上31节的高航速 一般都归为战略巡洋舰了 怎么跟那些战略舰去比呢 还有海森堡的原子弹这视频下面 有人质疑 重水不叫漫化机 叫减速机 不不不 它就是漫化机 至少我上大学那会儿 化学通识科的教材上是这样叫的 现在你自己查 也都是这么写的 还有观众质疑 既然原子弹威力这么大 德国为什么还要利用海森堡去跟美国谈判 达成一致不研发原子弹的协议呢 抱歉 这里是我没有讲清楚啊 德国的意思是什么呢 让海森堡去劝美国科学界 不是劝美国政府 告诉他们这武器与威力有多大 毁灭社会啥的 想让美国科学家良心发现 抵制研发原子弹 以期达到美国不研发 德国呢 科学家被纳粹控制 继续研发呗 这就懂了吧 好 接下来粉丝问答环节 首先回答关于战舰方面的提问 永远的前线分析铁粉提问了 讲下比斯曼号战略舰被击沉的原因 英国仰仗情报优势 准确定位比斯曼 并用鱼雷击毁他的一个方向坐 又因为他是三轴动力 中心轴不能遏制偏航效应 于是原地打转 机动性大受影响 最后被英舰追上 将其斩落海峡 冰交时代孙兵法问 大和对轰比斯曼谁赢 对轰 那就只看主炮口径装甲水密客舱就行了 比斯曼不仅这仨指标都不如大和 也丧失了战术优势 大概率是大和营 游戏除外 大和这数据怪 谁跟他对轰都不占优势啊 猛征 静夜红灯 猫猫爱吃鱼 123456 粉丝一起提问 驱逐舰 巡洋舰什么的 都有什么区别 这个定义标准不一 主要按吨位和口径来区分 以1922年 华盛顿海军条约规定为例 战列舰是标牌超过1万吨 主炮口径超过203毫米 装脚厚重 是火力担当的主力舰 战列巡洋舰也是标牌超1万吨 口径超203毫米 不同的是装甲更薄 但速度更快 袖真战列舰和战巡是一样的标准 但它速度要慢些 在26届左右 主要负责打击射程更小的战舰 避开装甲烈士 巡洋舰 标牌小于1万吨 配备130毫米以上的火炮 超过130 但小于155毫米 属于轻型巡洋舰 超过155毫米 那属于重巡 速度很快 在30届左右 还能携带飞机发射鱼雷 负责高速巡回海洋 侦察或者保护贸易线 驱逐舰 标牌超600吨 但小于1850吨 火炮大于76毫米 小于130毫米 航速极高 在35节左右 主要负责消灭鱼雷艇和潜艇 必要时刻用鱼雷 攻击敌方大型战舰 掩护主力舰脱身 还有武装商船 护卫舰等等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留言 今后专门出一期讲解 刘子明问 讲下阵列舰雷达瞄准的原理 这非常复杂 我简单讲一下 以压滑为例 这种雷达叫火控雷达 内核是一台火控计算机 就是先用两组雷达 一个测方位 一个测距离 支出一组连续变化的数据图 再输入计算机 计算机可以算出 可能的弹道路径图 拿着图给水手看 选择合适的炮弹推进机 再把水手得来的数据输入计算机 根据预先设定好的 马格努斯效应 时差校正攻势 计算出最终的火控方案 然后计算机控制同步电机 控制炮台开火 自在黄桃九地七提问 日本没有偷袭珍珠港 周星国会否赢 粉丝要多看我往期作品 看对美宣战的一期 珍珠港只是个导火索 罗斯福的战争计划意味着 美国加入二战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 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萌新德棍问 日本放弃大河机 转造航母会怎么样 这几乎没有区别 咱得搞清联合舰队 到底输在哪了 缺油 缺高质量飞行员 缺驱逐舰 缺情报 没有这些东西 航母也没用啊 就像莱特湾海战 日本直接派出了 空甲版的航母 充其量当个靶子或者诱饵 就要以小算问 现代航母技术难度很高吗 当然了 比二战难多了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现代舰载机 都比二战那会儿重几倍 甲版的屈服强度也得高几倍 尼米兹航母用到的 H-O-I-100特种缸 目前能制造的国家 一个手都数得过来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还得把所有的技术 整合到一起 技术 成本 让一般的国家望而却乎 接下来是关于德国的提问 有粉丝还是不能接受 德军战败的事实 3D9粉丝提问 德国高效整合欧洲资源 能否单挑击败苏联 德国对占领国的资源 整合率确实低 之后我会专门出一期作品 来讲讲这个问题 但即便如此 占领国加本土 依旧让工业规模扩充了一倍多 因此德军完全有能力 去跟苏军进行军工实力的正面比拼 咱来看一组认可度较高的数据对比 这是1941年到1945年 苏德工业GDP差距 除了45年 第三帝国的产值皆高于苏联 如果这种情况下 在假设德国高效整合了资源 而且还是和苏联单挑 那这问题对苏联太不公平了吧 那么咱去掉单挑这个前提 德国还是有可能会赢的 主要看他何时完成了资源整合 因为在库尔斯克战役开始前 西线也没啥动静 西级离岛登陆也没开始 德国始终以八成的力量在对立苏联 不是单挑也胜死单挑啊 然而这还是失败了 背后原因有很多 天气也好缺油也罢 总结下来 大部分体现在交通线太长 我群里有位粉丝说的很好啊 德军每前进一步 苏军后勤就少走一步 远距离交战下 金工方后勤压力太大 即便按照今天的生产力 出美国外 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在2000公里外 维持一支百万陆军作战三年之久 除非拥有力压群雄的恐怖国力 所以德国若能在库尔斯克战以前 完成欧洲资源的整合 弥补后勤缺失 那么最终击败苏联的可能性很高 若在此之后再整合欧洲资源 一切都晚了 再怎么整合 工业产值也不可能高过英伪苏之河 到时候还是两线熬战 结局可能会推迟 但不会改变 巴黎大炮粉丝第19次提问 抱歉啊 南方集团军群若抽掉三分之二的兵力 配合中央集团军群进攻莫斯科能赢吗 不好赢 甚至输的可能性更大 德国南方集团军群 把持着基辅包围圈的很多要点 撤掉三分之二 基本不可能完成这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围圈 然后苏联保存下来的几个西南方面军 再撤回到莫斯科 不含等于增加莫斯科战役的难度 所以粉丝的提议被统帅部否决了 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 小胡子是为了等待41年美国大选 扳猪吃老虎 把鹰派选下去 鸽派送上来 若春天就打苏联 那罗斯福稳稳连任 说不定还会逼美国提前参战 后果很严重啊 酷爱节奏提问 抗日战争万一败了会怎么样 那么东亚会暗无天日 日本将打通东南亚岛屿封锁链 逐出英美舰队 消化占领地资源 增加太平洋海战难度 美国先欧后要的策略 也可能要受到影响 可能会削弱对德的攻势 引发蝴蝶效应 影响二战进程 所以说抗日战争 虽没有欧战打得那么猛 但也是决定二战胜败的重要因素 爱生活汤姆一钩四提问 美国加入轴心国会怎么样 我此前好像分析过 德美价值观差太多 利益链条太少 这不可能发生的 否则 二战将改写 轴心国粉碎一切通盟国 接下来的世界 自己脑补吧 证人君子提问 德国空军 日本空军谁更强 总体上肯定德国厉害 但日本没有空军 只有海航空队和陆航空队 分开比 比陆军 德国肯定厉害 鲁德尔哈特曼等王牌运集 比海军 日本强 因为德国一艘航母也没有 日本的联合舰队T0级别的 本期问答到此结束 有谣言请继续爱托 有问题 大家继续提问 这里是前项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